心脏就是咱们实际上很多人都有自己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都是年轻人啊 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人是不是有心跳的感觉 没有 我们过了那年就太久了 觉得心慌 你摸一摸胸前这边心都跳得很厉害 还有大家查体的时候都要量血压 血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血管内血压的高度嘛 然后呢很多朋友呢都是喜欢中医的啊 好脉望闻问切 你那个脉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远端的血管的搏动 大家可以摸摸这个手腕啊 有搏动 实际上我们心脏叫心血管病系统啊 心脏呢居于这个胸腔的这左侧 它是一个泵啊 就像我们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它是不能休息的 它这个泵在这跳动的目的呢 是让我们的血液像河流一样流动起来 这个流动的血液呢 实际上就像我们的物流系统 把我们的营养送到所有的脏器 再把垃圾带走啊 带回来 所以呢这个物流系统它是不能停的 对吧 你哪天你不点外卖了 你就着急了 对吧 你垃圾送不出去你也着急了 那我们的心血管病这个系统呢 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我们那个心脏 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器官 它就是提供动力的 而我们的血管呢 是分布到你所有的细枝末节啊 把这个营养送出去 把这个代谢产物再送回来啊 就这么一个系统 这介绍的很专业 上次我找到个医生 给我介绍一下 嗯 我说心脏就是一腔热血怎么解释 他说你就心脏了 如果就蹦这一下子 这个血啊 大概能蹦到两米多高 没错 蹦到两米多高 就完事了 就完事了 你说心脏的工作就是蹦高啊 如果每天你手不小心破了 呲 两米多高 心脏就蹦着一下 那我有的时候 我曾经有几次在睡眠中 很明显感觉到我心跳加速加重 这是真的是咚咚咚咚咚咚的感觉 然后我就醒了 是因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缺血了吗 那您是做了一些比较好的梦 梦里可能别种彩了 是吧 好好好 中了五百万了 比较激动了 情绪的变化会引起心跳的变化 我梦见了我的作品得了九千票 得了这 那我一直在想 比如先天性心脏病 它不就是相当于没有 你先天有这个 先天有这个 因为我是啥 我是先天斗性心跳过缓 我小时候老师说 大家来看看自己的心跳 小的时候 然后憋了一分钟 别人心跳六七十 我心跳五十八 然后老师说 你平时会有头晕 我说都没有 他说说明你心脏很强壮 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我心脏 我反正就这样 我是有点斗性心动过缓 是这种感觉 所以先天性心脏病 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两个概念 一个是先天性 一个是心脏病 有些情况 什么叫先天性 就是从阳台里就带来了 基因就决定你了 很多东西叫先天性的 比如说你是用右手写字 还是左手写字 大家都觉得右手写字 是正常的 对吧 左手写字就写得有点特别 但你能说它是病吗 它不是病 只是说它是先天的 基因决定了 它是左手来写字 功能上没有问题 你不影响你的生活 学习 谈恋爱 都不影响 但是第二个概念 就是心脏病 我们认为它异常 这个异常到影响它生活了 影响它的功能了 影响它寿命了 那这我们就得诊断为 它是一种疾病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先天性脏病 房间隔缺损 时间隔缺损 很多小的时候都不知道 因为它 时间隔缺损 就是心脏 心脏是个 这有点专业了 就心脏 这个王世锡老师 肯定是很专业了 你把心脏想象成一个房子 每个房子有墙有门 没错 这门上或墙上漏了个窟窿 这个窟窿可能很小 并没有影响它的功能 早期都发现不了 但是随着这个病的进展 它就影响心脏的功能 所以说刚出生的时候 可能发现不了 但以后出现症状了 就发现了 原来这是从小就带来的 就得及时的去治疗 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个病 发现了 就得去治 但是很多时候 它这个窟窿又很小 不影响它这个功能 那即使是有缺损 但是我们也认为 你这个可以观察 我们不需要去治疗 比如说很多人 有卵颜孔被闭 15%到20%的人 有这个卵颜孔被闭 这个也比较专业的一个概念 就是娘胎里 都是开放的 出生以后 它就避上了 那避上呢 有一部分人 他不避 不避呢 不代表他就有病 很多人都是有这个东西的 只是说有很少一部分 会引起头痛啊 或者是脑梗啊 这种现象 那才需要去进一步治疗呢 但你早期 你说我有个卵颜孔 查体偶尔发现了 我不能认为它就是病 但是它可以认为 自己依然是个婴儿 可以这么说 那我好奇一种啊 咱们今天请教一下张大夫 咱们就互相探讨 探讨 我看古装剧的时候 有人说 咋给了 给了胸口 捅了一箭 躺那了一箭 然后一会儿站起来 啪把那人打死了 说为什么 哥们儿 先天心脏在右边 有这种情况吗 您刚才都笑了一个 我也看过 武侠片里边说先天 这个词的也不多 老夫先天性 这是穿越剧 我觉得 先天性心脏一味 没错 行何的意思 不光是有剑 还要打子弹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有很多影视剧 它把这个夸张了 实际上你想 心脏大部分人是长在左侧 真有长 有长在右侧的 它那个是属于内脏反胃 因为你看咱人是对称的 你看王世奇老师赵静子 左右都是对称的 咱们都是对称的 有点偏 那点都是小的 但是我们内脏 它是不是对称的 比如说肝是在右侧 脾是在左侧 胃在左侧 而心脏心尖朝左 而肺 你看右边是三页肺 左边是两页肺 这是一个不对称的表现 所以常见的 就是心尖是朝左 但是有一部分人心尖朝右 或者是内脏是反胃的 肝在左边 脾在右边 所以我们叫内脏反胃 所以它影视剧 就可能是借助了 医学的一个情况 给它放大了 你想即使心脏长在右边 你一把剑刺在肺脏上 那也受不了 血气凶了 用学术话叫血气凶了 你这边就不能喘气了 你想你不能喘气了 你还能爬起来 对吧 让人为了突出效果 人家就是练过武功的 练过的 自己就止血了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所以真是有心脏长的 完全长右边的 有有有 有这种情况 概率大吗 概率并不大 但这一类人 他可能还是会合并一些 心脏畸形 但是也有说没有畸形 只是说先天性的 就是长在右边 右背心 你想小时候 大家说 咱们摸一下心跳 这还是我没心跳 然后全班发现他心脏长右边 但这个和遗传就没关系了吧 这个其实际上也是基因决定的 现在的基因实际上也能查到 但是具体什么基因因期的 也不太清楚 因为每次一说会有扩张心肌病 别人都说 你家里谁扩张心肌病 只要你有心脏病 肯定有人先问你 你家里边是不是遗传病 人们可能有这个印象 就很多心脏病都属于遗传类的 这个你得普及一下 到底心脏病遗传的几率大吗 就这样的 那个遗传这方面是很多家长 他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因为有先天性 这个帽子一戴上 就是一给他解释 娘太子戴来的 他一个是家长有一种 特别自责的一个感觉 尤其是妈妈 哎呀痛哭流涕的 说是不是我当时没注意啊 感冒了 所以我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是先安慰他 把那个妈妈给安慰好了 实际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遗传呢 它大概有10%到15% 是明确的是有遗传倾向的 有一类疾病 它是明确的是跟基因相关的 但是大部分呢 它是跟环境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很复杂的因素相关 对 未来的科技可能会发现 哎这个病还是某种基因 现在是有很多的科学家 在做这个研究 但实际上目前为止 大部分心脏病 还没有明确是某个基因引起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家长吧 就不要一有病就自责 尤其我妈你知道吧 就是刚 我刚得困状新疾病的时候 我妈 哎呦 坐家里哭能有一周 怎么劝都不好使 非说和他怀孕的时候 一不小心 然后那个什么 就和我爸打架 然后那个说 就提前有流血迹象 哎呦 他就把所有他当年出现 就可能怀我或生我以后发生的事情 全责怪他的自己身上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 家长自己折磨自己 没必要 我感觉 没错没错 与其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 你就不如好好治疗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好好安慰一下老师 在这里边就是 咱们真应该安慰一下 就是所有这样的家长 就是其实跟你们 没有太直接的责任 百分之十 其实从数学概率学来说的话 也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 是的 必然 无必然 没错没错 百分之八十赖你们 但是 从数学院吧 咱们 但是你看先天性的 我感觉 因为我这个匡状心肌病 就医生就看完以后 他不知道我怎么去发病 但是他有一点他能判断 他说 你十七年心衰 就从检查到我后来做心脏移植的时候 他说你十七年心衰 你的内脏竟然能承托你这么长时间的心衰 他说一般医学里边就不是很多件 一般我们要得到心衰的话 五到六年之间就会有一个身体很大的变化 因为你正常你肝脏和肾脏以前都就好心脏来供血的话 你突然间给他供血少了 他营养不足 他肯定会反应在其他脏气比较多 你还能都坚持下来 就一点往回倒推 就有可能是你小的时候 就你的脏气在生长的过程中 就已经适应你给他这个血压和血量了 对 所以你相当于是先天性的这种 他说有可能 甚至说很小的时候 他说可能你得急性心肌炎 他也没有治疗好 诱发 然后诱发就是心肌受损 然后完之后随着你的心肌逐渐变坏 然后你的脏气也就随它变坏的过程 也变得就需求量越来越低 他说也有可能 刚才王世奇老师说了 这有病成名义 因为心肌炎的确有一种叫爆发性心肌炎 他这个 比如说我们每次感冒 感冒的病毒 有一部分病毒 它是对心脏有影响的 这个病毒不光影响肺脏 对吧 有的时候我们感冒会拉肚子 对吧 它会影响胃肠道 有一部分感冒病毒 它就影响心脏 但是你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注意 比如说你还是出去踢球 玩爬山 加重了心脏的负担 所以这个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心脏的功能 我上高中那会儿 感冒发烧 男生就告诉你 跑过球就好了 出出汗 甚至举老师告诉我 跑一圈出出汗就好了 对 那个时候人真的不是很懂 对 那么容易诱发心肌炎 也不是要容易 就是有这种风险 所以我们现在感冒发烧要重视 就是你该休息还是要休息 我天啊 我其实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 就我感冒 我如果症状不是很严重 我该健身我还是健身 是不是不应该 健身 我看你是多多大的运动量了 我握得大概200多公斤 您要这么能吹 心脏应该没事 这啥你废话量不错 你要不先看看骨头去吧 我先看看脸皮吧 我 我看看 但是有一个最不好的现象 就是东北人 就是一感冒发烧的时候 他愿意去钻那个 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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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感觉 其实对心脏也是种很危险的 尤其泡澡的时候 我以前就心脏不好的时候 作为一个东北人 我依然在泡澡 但是我发现我每次下去 就是心很慌 尤其突然间温度变高的时候 就会一段时间 就像你晚上睡醒一样 但是我硬挺了在里边 后来我一想就有点后怕 我这万一飘里边怎么办 飘里边 不是你泡澡的 那个优惑力这么大 因为他东北人泡澡 就讲究个水热 基本里边在40多度 那你泡几分钟 我进去就不能可能出来 我晕倒了 你这血管扩张了 血管扩张了 他东北人特别有意思 就泡澡的时候 就几个比如好朋友一起去 是比谁最先出来 就觉得很丢人 尤其上茶房也是 就热到自己上白气了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呼吸很困难 你是说手术前还是手术后的事 就手术前的事 那还能理解 手术后不可能吧 手术后我就知道了 明白 手术前这个行为都是很危险的 你是不是有俩朋友 现在还在那澡堂 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冠军亚军 刚才没问完 张富仁人刚说到 问我这个运动量大表 运动量小一点 是没问题的是吗 你其实就是靠你年轻 就是年轻的话 他代偿能力强 稍微感冒一点 他可能会当时没什么感觉 但是不太推荐 因为说实话 因为大家对自己的心脏 他实际上怎么说呢 年轻人他不太关心这个问题 你说年轻人哪有说去看心脏课的 是吧 都觉得自己最旺盛的时候 但是有些小病 他真的是有跟相关的 得了感冒以后 他不去休息 其实你休息两三天就行了 恢复的是快的 但是你还是要休息 对对对 我已经不年轻了 我唯一一个前提没了 你这个是臥推200公斤 刚才没问题 但我吹牛的这个心气 是吧 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年轻 而且心脏也确实在这里边 也得请教张医生 如果用爆发力的话 对心脏其实是没有好处的 对吧 对二间半什么的 爆发力是吧 因为那个是这样的 人在用力或者是活动的时候 他会调动这个心脏的系统 不光是心跳快了 对吧 你血压还高了呢 对吧 就像咱们开 对吧 你们开跑车的 开跑车的 给一脚油门的时候 也不知道谁开跑车 这里边最接近跑车引擎 那是这个 还放身上 你的一脚油门去 你看看那个发动机的声 对吧 那实际上人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你在这个运动剧烈的时候 他心跳增快 血压增高 那对心血管系统是一个考验 对吧 咱日常锻炼身体的时候 是希望它缓缓的去增加 对吧 咱跑步都要有个热身 你要是突然一个 一个那个特别激动 或者特别剧烈的活动 对心脏肯定是个考验 对 我真的 我有几次握推的时候 不是200公斤的 正常公斤 20公斤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使劲使猛了 就用爆发力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我鼻腔有股血上去 血的味道 我当时就赶紧放下 我说用猛 这劲肯定用猛了 咋傻了吗 就是 所以胡教练每次就告诉我 说不要用爆发力 真的就是慢慢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所以量力而行 一看是个医学名词 量力而行 要不然真的容易死了 那时期当时 你最早的症状是什么 呼吸不了 晕倒了 我发现这个心脏晕倒了 是真可怕 你是去拉架去吧 我看你对对我拉架去了 学生打架 不能轻易去拉架 然后学生打架的话 我以为我一个男老师 对面班是女老师 我说那我不得上架 尤其刚毕业那个时候 嗯 很 就血气方刚的感觉 嗯 我往中间一站 我学生怎么也得卖几分薄面 哎呀对呀 但我没想到学生就当一看不见 学你爱事了是吧 我站到中间以后 他就推了我一下 但我当时觉得有一个动作非常危险 他正好双手推到我的胸口 哎呦 就尤其打球 打篮球也好 或者是那个两个人互相闹也好 千万不要用拳头或手掌去打心脏 直接积动心脏那个位置 积动 他当时这一推 我感觉就一下子就上白气了 嗯 然后好像是就像是像雪爷断了一样 你知道吧 眼前一黑整个人就倒下去 哎呦 对 那学生现在是不是一直到现在都有阴影 就不再也不敢打架了 学生还在那儿打 那个学生后来挺好 每次都看我 然后后来他当警察呢 当一个交警 当交警 因为发现自己手劲大 能把前一人推 像我车开过来的时候开始伸手 真的我都认不出他来的 上次我开车的时候在一个路口 然后在那等他过来 王老师你记得我吗 每看交警一镜里我吓坏了 你知道吧 你原来要罚你 你原来别别别 他到现在都记得我 他说王老从那事以后 我就感觉自己懂事很多 嗯 我说行 用我一条命换你这个 你也没用命换你 压力更大了 说满了这东西 但其实当时晕倒医生也是说 你之前肯定有很多症状 你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 所以在这里边我还是想就提醒 就听众 还是要注意平时自己的细节 自己哪难受的被硬挺 那你说像我们平时 这是你看实际是有症状 才觉得自己心脏的问题 我之前有一次 我算挺注意的 但我发现我右边出现了心梗的这个症状 右边 心脏在右边 讲了两个心 但是右边有心梗的症状 然后我就去医院查 他说我这是神经关能症 就是压力太大了 有这样的 然后你右边就出现了心脏病的这个 这个这个迹象 自内以后 我就老觉得我心脏疼 左边我也觉得疼 但有几次 我有几次真的我就觉得心梗了 然后去医院查 查办那些各种心电图做完 他说我 他不是 他说你不是心梗了 你是这个窝腿腿猛了 真的我一点没骗 我一点没骗 所以有的时候我真是分不出来 就这个这个到底是的 但我后来在想 我其实这事挺后怕的 有其实会有很多人 他们真的是心脏有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疼痛 但他会觉得我可能就是闪着了 然后反而不去不去治 那我们有没有哪些是能早期发现 就说哎呦 这个真是心脏 预防一下 一个小常识 我不是说 是这样的 那个胸痛啊 在我的门诊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主宿啊 我最小的胸痛是五六岁 孩子 当然那个家长也很紧张 因为孩子平时不可能说我自己胸痛 孩子的童言无忌嘛 还要真说自己不舒服 那就是不舒服了 那家长可着急了 然后一来查 反正也是按照那个去查 查完之后它是先天性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灌状动脉 两个灌状动脉嘛 所谓供心脏供血的 就像你汽车的那个发动机的油门似的 嗯 供血的那个灌脉长的位置不太合适 啊 造成了这个孩子心脏缺血 啊 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病啊 但是大部分的孩子啊 至少他没有像什么冠心病这种可能性 嗯 一般冠心病都是40岁以上 以前都是50岁以上 嗯 男性50岁以上 女性绝经期以后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高发年龄 嗯 但现在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吃的也好 又熬夜 又生活不规律 然后压力也大 现在这个年龄男性已经降到40岁左右了 哦 有胸痛的话 实际上大家到医院去查一下 查完了以后 他会给你一个意见 对因为我最近在准备要给沈阳那医保 那个什么嘛 做那个 宣传 就是监督员 哦 对所以我在这里边就想就问一问 就是医院其实应该告诉病人 什么的 门诊 现在好像很多都改革了是吧 在门诊里边可以直接走医保 可以啊 可以啊 一立一保吧 所以说大家别怕麻烦 又又浪费那么多钱 嗯 然后又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那种 就遗憾 反而我感觉就挺遗憾的 因为我当时通知我有病的时候 医生跟我聊到最后 我跟你讲那种 那种感觉就是意思就是 哎呀 你还是要 就是好好过剩下的日子 哎呦 哎呦 当时那医生说的挺诚恳 他说越诚恳我越难受 所以你剩了一个90年啊 真的是 你说咱就别嘱咐这么远 那下我记得我清清楚楚 我是认认真真吃药治了两年 嗯 然后检查以后不但没有好的变化 嗯 就是就稍微还饿 涉血分数又降低了很多 哎呦 然后医生说其实还是要注意休息啊 因为医生也没有什么办法安慰你嘛 嗯 然后我就记得那天晚上 我是从医院出来以后走到那个 从我们那个就沈阳一大走到那个旁边 离得能有一站地的一个商场吧 嗯 我坐在商场门口 我就不是不是走不动 我就看来来回回进出商场的人 嗯 就是大家都是很普普通通 就是正常开开心 因为进商场那个过去都很快乐的感觉 嗯 你知道吧 我就觉得哎呀 你看人他都是正常人 人都挺快乐 生活都能继续 嗯 就我可能就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日子了 或者是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当时想着就很复杂 你知道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 没有 旁边我大姐过来说 兄弟要啥难事的 差钱吗 你说我差个心 是的 这个我是作为一个医生啊 因为王时期老师的这个事情啊 前前后后我都看过 我是非常理解这个这个心态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所以我们其实这四个人中 这个王老师肯定是经过这个生死观的 嗯 没有经历过生死观的人 他是不可能感受到这个这个事情的 嗯 但是呢 我是作为医生啊 我们肯定是就在你身边啊 因为这个这个官 希望你能安稳的渡过去 嗯 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也希望大家呢 就是啊 给我们王老师就是鼓舞劲啊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科学技术啊到了这个程度了 有很多病啊 他是能够治的啊 但是需要你有一股气对吧 去坚持下去 就像我这样就还好 年龄差不多也行 哈哈哈哈 那不那不行 但我感觉还有还有前面还有90年呢 对吧啊 所以咱们这次活动主要是帮助那些小孩嘛 嗯 没错 我感觉就是尤其他们更可怜 嗯 他们刚来要做就是按照一个概率时间 嗯 是的 他就变得和普通人不一样 嗯 对 我觉得就更可怜 在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下了 嗯 你看9月29号不是世界心脏日吗 嗯 当天然后单力人喜剧和专注于儿童健康的爱又慈善基金会合作 嗯 就举办了两场公益演出 哎 这演出内容就是王世奇的单口喜剧专场 嗯 叫芳心卫义 对吧 然后这两场演出了扣除这个场地运营的成本以后 会把所有的收益捐赠给爱又慈善基金会 用于困难家庭先心病儿童的手术救治 嗯 同时这个专场是不是还要上线一个视频版 对 上线视频吧 就把它就直接放到线上了 哎 嗯 到时候也会给开启 有个公益渠道 对 开启公墓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和参与啊 嗯 实际老师更懂这种这种就是得了病 尤其心脏病之后的这种无助 嗯 或者是那种病 我肯定会冲会员再看一遍自己 冲会员 哈哈哈哈 没必要这么支持 哈哈哈哈 我们鼓励鼓励别人看 而且实际这个专场我之前听了 嗯 基本上讲的就是自己得心脏病的这个 整个一个过程 嗯 就是移植心脏的 嗯 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这个这个片段 嗯 呃 他第一个段的是这样 然后 还有 哦对呀巨套啦巨套啦 哈哈哈哈 他第二个呀 然后讲这个 你你当时植入这个人工心脏的那个之后 你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 就是非我我只能想象就是我我这儿没一个心脏 然后我感觉有一个电脑在控制我跳 对 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当醒来当天早上 嗯 我一翻身 我正常一翻身你知道 我在里边的心脏带的鸡在我的胸口那 滔当 哎呦 滑滑起 就是你永远感觉胸口里边有个东西在 嗯 你又翻回来 他打就回来了 哎呦 而且他里边在里边不停的每天晚上想 嗚嗚嗚嗚嗚嗚 基本就这个声音 嗯 他不能给绑磁十点 哈哈哈 因为他没法绑磁 他是我想了都这么简单 直接把它缝在那个心腋上 对 没办法绑磁 因为大家赶紧绑磁石了 他这个心脏 你就拉扯心脏那辈子 现在应该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了 他粘连了嘛 就固定住了 尤其院长说 你现在这个肉长 那可太快了 减减体重 怎么又开始减肥 说明这个心脏功能好 他胃口就好 胃口真的很好 尤其呼吸舒服以后 然后饭量也比以前好很多 没错 我们想象的 我想我以前想象的 我发现我想错了 我以前想象的是 把整个心脏那块肉就没了 然后血管插在一个机器上 这就有一个机器 合着是绑在原来那个事 因为原来心脏还要做 为什么他说心脏 这事情就刚才说到那个事 就心脏一蹦 不能蹦到两米 正常可能需要蹦两米一夜 但是现在心脏 以他的心脏能力 只能蹦到两米 剩下那时 由这个蹦帮你蹦上去 这样的话就 他俩合在一串联在一起 就能形成一个正常的 那个心脏 那个整个的 没错没错没错 我不知道你们关心 那个军事节目 现在有一种军事叫外骨骼 本来一个人能扛 那个只能扛个50公斤的 装了外骨骼以后 他能扛100公斤 明白 这个有点像这个 我妈画得看过 帅国朋克里边 那个换掉器官 这个心脏呢 他实际上严格 应该叫做心脏辅助装置 他是辅助他 他本身还有一部分功能 他辅助他以后能达到一个 正常人的一个功能 这样的话就可以正常生活 对 你没有排异法 然后等等这些 没错没错 就还是自己的最好 对对对 他只能辅助你 所以怎么得到这个结论 还是自己的最好 尤其内脏的东西 你问张医生 这个他如果能恢复的话 未来还有摘除的可能性 这个因为心脏心衰最终的解决方案 是心脏移植 他需要有共心 对吧 首先共心他少 全世界有将近100万人 要申请这个心脏 一年也就6000例 能得到这个心脏移植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你没有那么多心脏 怎么办 那你得想别的办法 就得辅助装置 能辅助了 那我们就可以减缓这个移植的时间 对吧 这王老师肯定是 当时给他讲的很清楚 这个情况 那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各个年龄段 容易有了这个心脏的疾病吗 这个题目可挺大的 因为我是专注于小儿先心的 那这样我们35岁左右 先问我自己 那个是出现情况最少的 我最后说 因为我是专注小儿先心的 对吧 我们的病房的孩子 都是14岁以下的孩子 实际上现在小儿先心呢 发展的也非常的快 实际上现在咱们国家 这个产前的诊断已经非常高了 因为先天心脏病的发病率 是大概是0.9%到1% 全世界都差不多 你算一算咱们出生人口 应该是以前最高峰是1700万 每年 现在降到了900万 但你算一算 每年也得将近10万的孩子 他是有先天心脏病的 而且这个比例 多少年都没有变 然后我们国家呢 其实对这方面很重视 富婴嘛 他们产前就能发现 这个心脏有没有问题 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 去跟他沟通和咨询了 因为大部分的先心病 它是简单的 或者是能治疗 得一个很好的效果 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现状 那我们出生以后呢 现在国家也很重视 新生儿就要筛查 对吧 包括这个上学前啊 各个阶段都会去听诊啊 或者是做个超生啊 所以很多孩子 尤其是大城市的孩子 基本上都能查出来 而且治疗 也是很早就能得到 及时的治疗 这是我们进步的一个方式 而且新生儿 现在就有医保 没错 学院来以后 医保直接跟上的话 就后面很多大病 其实都可以 对 这也是我们慈善基金会的 一个目的 因为大城市 我刚才说大城市 那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嘛 他的医疗条件跟不上 他发现不了 等发现了 可能就晚了 或者是发现了 他因为家庭条件的问题 他没有钱去治疗 实际上这个病 可能就几万块钱就能治好 就能挽救一个家庭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要推这个慈善基金的一个目的 因为除了医保之外 他毕竟只能报一半嘛 到北京 那还有剩下的一半 要家庭自负 那我们就需要 我们社会的力量来帮助他 对 这也是我们这次做节目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抱团取暖 抱团取暖 没错没错 每一个孩子都是重要的 对吧 好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